全油管最快新闻 缅甸佛教手下节开始 缅甸佛教徒于本月8日开始了三个月的手下节 期间会在寺庙内清修和坐禅休学,不得外出 联合国预测2024年缅甸国内需要人道援助的人口将达到1860万 需资金9.94亿美元 军政府近期在延长了国家紧急状态6个月 以便为新一届全国大选做准备 缅甸当前面临着经济和政治挑战 这则新闻突出了佛教的传统意义和人道主义需求 值得关注 订阅新闻急速地,最先知晓天下事